华林县政府为了提供乡亲育儿家庭友善的资源 拓展托育儿少以及家庭服务的空间 积极争取中央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的补助 配合县府自筹耗资1亿5000万元 在吉安乡新建全县首座儿少家庭福利馆 整体工程预计在民国113年下半年完工 华林县政府提供乡亲育儿家庭友善资源 拓展托育儿少及家庭服务空间 积极争取中央前瞻基础建设计划补助 配合县府自筹耗资以5000万元 在吉安乡新建全县首座的儿少家庭福利馆 吉安乡儿少家庭福利馆 即将在我们的宜昌村 坐落在我们的宜昌二阶跟斗岸四阶上 这是对我们地方能讲是一个最大的肯定 尤其后面又有宜昌国小跟国中跟特教学校 那我们现在最需要的部分 它就是一个托运照顾 还有一个老大人可以去的地方 最高兴的地方是在三四楼 上面的四五楼位置上面 还有一个儿童少年的游戏场所 那我们宜昌村的村民非常的期待 那我们希望在未来一年之后 可以看到上面是五层楼的建筑 下面是一楼的地下停车场 可以让我们的宜昌村因为有吉安儿少家庭福利馆 然后肯定我们的人口密集的发展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村民一起来支持 然后用生育的方式来支持我们的福利馆 坐在宜昌村 宜昌村长黄资源必要示 由于工程有一年多的时间 宜昌市街住户也会面临没有停车的问题 也希望县府能够和区师学校开工期间 协调开放校内让周边住户来停车 宜昌府预计在112年4月14号 在基地办理开工 吉安儿少家庭福利馆行建工程动土典礼 整件工程预计在民国113年下半年度完工 将进驻跨专业机构以及多元专业社福人员 开办祖孙馆 公司名托英中心 渐变在地的多元社会福利服务 达造友善育儿环境 提升家庭关系的幸福城市 记得节奏和节奏到